原封,鎮住邪惡裂 大刀,劈盡無理事 逢星期四晚,八點到九點半 橋里龍目蘭花系主理 現代蠔客長 客家佬,牛精文 燕雞,大咪,啤梨 我回來第二節,我是啤梨 燕雞,好像少了一個 第一,先交代一下 第一節,燕雞提醒我們,沒有介紹自己 第二,說沒有介紹自己 其實我也忘記了他 因為多數都是我說的 其實人很亂,始終有眼分 剛才我自己做的時候,做得很好聽 早兩集,我在友台,ETV 我一節還沒出街,我覺得第三節很好聽 我跟阿嘉佬去接受訪問 先回應一下網友,有個姚嘉嘉 她說多謝各位 昨晚在現場看到他們喊到失聲,很感動 姚嘉嘉是不是女兒來的 你應該過來見到這麼感動 是否其中三個小女孩,其中一個 有三個女孩 也沒有打招呼 但其實我就照樣喝,但後來我喝的時候 如果現在這種環境,有人在瓶底旁邊 打一些老鼠藥,然後黏沾 噢,不怕,除了下迷藥 我們這麼多人下迷藥 只要老鼠藥都死了 那麼容易死 然後Rayvon Chen 然後姚嘉嘉 一定是要見到臉 因為我們有很多女粉絲 我發覺 不用害羞,我們沒有什麼攻擊性 其實我們很溫柔 招呼一下 吃一下臉也可以 我們是中,不是中的 我們是香港人 其實昨天為什麼我們會說不開心 其實昨天 其實很多時候都不開心 第一就是 報紙說五萬人 我們打句問句也沒有五萬人 如果昨天 數人頭逐個叫 他會數到三萬人出來 我已經很驚奇 很感謝 我看下去是兩萬人左右 你一次交,兩次交 這次好玩,不要聽到第三次 算不算收錢 那一集不要算 那一集不要算 你表達不到給別人覺得 經常都說非政治 你這個理論已經是完全不知所謂 其實第一次我們出去 那時候還是主導的 所謂主導的 就是左膠那群 叫我們上台 我拒絕了直到昨天 我105年是拒絕的 為什麼呢 我上去 如果我上去 昨天他就沒有叫我 香港理事那群人 我一定是很簡單清晰 陶傑他昨天我聽不完 但他都覺得 這是絕對政治事件 就是政治 你今天 你們未必沒有那份工那麼簡單 因為其實電視製作的 他可能可以在其他地方做到 但是 在日後你的人身安全 衣食住行 個人的自尊 是一步一步的剝削 你就會想起 當日你有這個民氣 你不要去利用 其實只要他震臂一呼 跟著自己去 後面都可以 很多政黨 光環也好 什麼都好 會自然的人做事的 OK 第一 人少 人少 第二 人少其實是一件事 拖了十幾天 香港人真的會散 一拖就散 第二 真的 好像我們這樣比較 我們是不是粗魯呢 比較激烈一點 其實都更加少 為什麼呢 我們一會兒先看片 其實呢 好像剛才我們去那個位置 立法會門口衝擊 我們不閒兩三次 即是去玩的 但是後來真的累了 就開始見到 那些人放飯回來 他們又不知道 那些蛇頭 和那些黃衫紅帽 就不斷在我們面前走過 因為他們不知道 我們坐在立法會的正門 路過我們 才會回到他們的大班 黃定光不說 沒有 跟著那個程序 然後呢 一直走過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不斷提醒他們 喂 阿婆 你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當然是不必講廣東話 喂 你們這樣做事 是將會禍言子孫的 你不是香港人 那些一大輪 OK 其實都是暗吞的 其實都不知道什麼事 我發現有些 除了蛇頭之外 他那一集都不知道我們說什麼 他不知道我們說什麼 他都完全是不認識這些話 就自從梁珍珠 不要用這個 梁珍珍這個混蛋上台之後 全香港人都有眼見的 而今時今日 香港的市民 我常常都說 你不是一定要 像我們這樣走出來 因為大家都有自己計算 可能怕沒有工作 拋頭露面 或是被人抓 我們都隨時被人抓 OK 今天黃定光的混蛋 短命總 你搞什麼頭腦 一會兒數完 他原來真是臭蟲出臭草 真是有種 所以他為什麼這麼想 深深不分 因為他講出 他心裡面最害怕的事情 還有他在想 那些子孫 臭蟲出臭草 很多人說 一人做事 一人當何不及家人 他媽媽 臭蟲出臭草 真是屌你 你媽媽 你什麼 像上本蒙總男兒 當時強 騙人的 他這種種是賤種 他父母是賤 他是賤 他的子女的孫都是賤 沒有 看歷史就知道了 報不到他身上 他肥頭鴿耳 但是你不要看他現在肥頭鴿耳 一生了癌症 生了肝癌 又死不了他 就通通了他 二百多磅 瘦到五六十磅 都死不了他 多可惡 神經病 這個黃定光 我們先不要吵他 這些短命總 他敢挑釁我們 然後我們一直這樣吵他 突然間 就在那一刻 就這個黃定光 吵你媽媽 走下來拿著口煙 準備還是準備 還沒吵他 我就不斷吵你媽媽 不要吵他 因為為什麼呢 那時候我們已經很準備了 見過林健鋒之後 就已經有人拿一個iPad出來 開想定了七十個立法會議員 什麼名字 什麼名字 什麼界別 為什麼呢 如果我就這樣說 喂 瘦人 吵你媽媽媽會投票 那你不告 只知道民建電話 只知道是瘦人 沒辦法去實 一二三不是 喂 吵你媽媽媽 就吵他 那他是不是要搖底一點 是不是 吵你媽媽 雖然他很快縮得進去 他簡直是這裡走出來 吵你媽媽 那頭就縮了進去 又放進去 又打電話 吵你媽媽 但是我們一搖嘴 就是這樣吵 那自此之後 那個門口直到晚上散會 再沒有任何人在那裡出入 立法會議員 因為呢 又是 就是那樣東西 文鋒兒圖 那至於他為何今天 本立法會 搞不得八 都要拿我們出來說 證明他全部的東西聽到 吵你媽媽 不是 他聽到之後 他可能是 吵你媽媽 吵你媽媽 我就覺得他不會跟那些 是 就是那些 民建聯的人 有分享的 因為呢 民建聯我們已經收拾過很多人 那天真的算過 陳婉嫻 那些李慧琼 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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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他不會忽然的話 總不能夠 吵你 這樣說 我今天 spoiled 有沒有 他沒有理由浪ongs 臭 當然覺得我們市民 聽到很多聲音 還有 Turkish 陳婉嫻的孩子 嘩啊 可能生癡症 好 誰 icide 卡 到底死的 如果死的話 最好點 始終 罵名不太大 死不去捉回來選區議員,一次一次,像這次投了什麼票 幾百人失業,你連爭取一下就弄了一瓶 他真是慘,所以一進共產黨,一定是沒有好下場 你不要臭氣,黏著他,支持他,覺得要給他時間 你不要拆責任,習近平說什麼話 要有自己話語權,不要有普世價值,這些 我先不要說他,這些是共產黨 有人說,終於露出的本質,我真的想想你真是天真 共產黨從來都是這樣的,極權主義,上面什麼東西做不出來 你們這些傻瓜還這麼過癮,有祖國才有香港 要不然,很多人都會這樣想,到今次這樣 共產黨就是這樣,說真的 昨天我第一次,我還沒跟兄弟商量過 我真的覺得,回去再想想,港獨也很應該 不要說自己,自己是甚麼自己 是要徹底和他切割 像我們今次這樣,港獨派的 你跟他抓住,有些關係也不行 還有,不要聽那些人,像昨天說趙子龍 我們今天真的跳來跳去,他很好笑 我說,你共產黨要走狗 他說,我不是愛共產黨 他是這樣說的,我是愛國,我是愛國 但是那些傻人就不要想你了 好,我們現在不斷進去跳 其實不是不斷進去的,我們已經很累了 但是有些老朋友是有晚一點來的 還有那些龍,有幾個年輕人,龍獅 龍獅,我們不認識的,有些市民 就自發,因為他們沒有氣了 而且他們在那邊很吵,不斷出來吵 其實問心那句,我們都是一群好事之徒 咦,不是,我們收到風,說他們在那邊被人欺負 不是,一方面是收到風,被人欺負,那些學生被人欺負 原來那些龍獅仔 其實問心,我們都是好事之徒 很累的時候,當然是不想動 突然看到,河嶺河嶺,就吐了幾個字,煮了兩口煙 然後又說,有人被人欺負 那當然是過去屌齒 然後那段片,我沒看過,不知道拍成典 就是當時有些現場的實錄 那段最主要是說,我們要警察查身份證 A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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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身份證 AZERO 查身份證 AZERO 檢查身份證 還有AZERO AZERO 跟電視頻 查身份證 為拜登員條件,查身份證 查身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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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警察希望令香港人的英雄代表黃石山和西普京 我們都知道他們有身份證 他們有身份證 希望香港身份證 很簡單 警方可以 希望香港警察出發 五星期的身份證都不用有 可以在這裡作威作曲 我下雨差點五星來打電雲落 快點 快點三點五星來打電雲落 打電雲落 打電雲落 下來找食有代價 這裡是香港人的地方 打電雲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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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讓我們自己說 其實呢 那些 其實我覺得昨天有幾段演講 我自己講的時候我知道 就講得很好 還有有些很好笑 有些很好笑的 就是陳文他們唱歌 還有破他們說 要那些黃衫紅衣投降 那些也很好笑的 其實呢 這些衝擊沒什麼大不了 我們經常都沒有去珠漢台,最高峰就是我們看最後一段,就是陳廣民,現在改名叫傅鎮忠,還有八頭路維園那個叫什麼?維園那個不知道什麼? 他們一群在中信大廈下來的時候,其實我們在遠遠見到那群人長抓住五星旗,香港旗五星旗,有警察,那時候已經有很多警察,保護住 就在遠遠見到中信大廈,就祈禱在中信大廈下來,就是不經人群那邊 他不經公民廣場,就在那邊,就這樣繞過去 千個天橋繞到中信大廈下來,打算去立法會那邊,就是會合,去抓牙 但是呢,他們是人算不如天算,警察雖然有幾十,可能後期都增加到過百多力 尤其是由他們天橋繞下來那一刻,都坐底五六十 好了,警察,但是民眾呢,我想真的有幾百人迷在中信大廈 當時有的 那裡其實呢,昨天是有危險性的,首先是寸步難行,我迫都迫不進 後來我又跟麥克風,我拿著麥克風的喇叭,掉了,後來原來他們說全程是收到我說話的 不過,是收到我說話的,但是我就聽不到幾百聲,不知道有沒有叫 於是更加大聲的聲勢力揭,其實那裡是危險的,危險 對,人和人,那裡又迫,人又多,大家碰撞,加上很多工具 但是,在近距離的接觸,我們越來越多經驗的時候 第一,我們一定要克制,第二,那幾條混蛋 熬冷了,看到的,那些警察更害怕 警察,一陣陣,衝過去 但是還不害怕,這群人全部是,你們有沒有留意 凡是真的做這些,就是那群PDU,所謂 做這些這麼貼身攔截,或者什麼的工作 全部都是那些年輕人 沒有經驗的,一定沒有經驗的 其實真的,好在我們那個克制,吸收了8月4日的經驗 一定打的了 加上我們是純相和平的 我們是反對暴力的 但是和平而已,那個時刻,見到那些五星 如果我昨天一喊,嚇他,我就說什麼 容忍他們 好,不要聽 全部都喊死了 可能我們自己人也有幾個都喊死 但是那些警察 我在這裡講完都夠膽講 和那些傅鎮忠,是全部馬上死,是混蛋 但是,我們是和平 我們有理智 非暴力 我們一定是,還會讓開這條路 雖然那條一分鐘走完的路 結果,我們走了七、八個字都有 才走到過去 OK 因為我這些場合,老實說 我又不是什麼領導人 但是,我對於這個群眾的事情 我就是天生,我就很會拿捏 喂,警察打人 但是,你一搏一搶一搶一搶,玩完了 OK 但是,昨天還沒有這種氣氛 還有,我們是和平、博愛的 我們當然是做了什麼 還有,那一刻都不是這個時機 可以這樣說 我又覺得很慘 他是這一幫傅鎮忠這些香港人 其實,傅鎮忠,我們再說一次 他是什麼人 他是兆善波的伙計 他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壽薪職員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是什麼 是梁振英的機構 現在就是進入了建制 正正式式 之前回歸前 或者,梁振英未得大位之前 都是梁振英的 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是老闆來的 他沒有臭氣 這個傅鎮忠 梁振英幾把坑包都不說 大家都知道 其實,昨天就不斷在那裡循迴 去衝擊我們 不斷等待 是啊,根本是他們刻意挑釁我們 這樣說 不是 其實他沒有什麼挑釁我們 民心過他 是我們挑釁他 當然要主動出擊 我們經常說明 如果他不挑釁我們 沒可能由那個位置 他會從天馬艦公園那裡下去 他為什麼不挑釁我們 為什麼不挑釁我們 不要緊 你這樣說得對 但是 為什麼呢 他當然是收到封 有警察互住下來 還不是挑釁我們 幾十人圍住 他們幾人 我覺得他應該是開頭 就這樣走 一走到這麼長時間 警察已經知道了 為什麼我們要走這邊 他們沒有那麼夠僵 你又這樣說 說真的 如果幾個人都不夠僵 我們真的有那麼多人 你知道香港人計這條數 下到中信大廈門樓 有很多人圍住他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 當時的情況 為什麼呢 外面兩條馬路封了 有些人坐在那邊 雖然我們說 當時那一刻 有幾百人圍住那幫警察 也好 但是 四周圍 坐在路邊 坐在馬路 坐在那邊 對著公民廣場 看電視 看議會裡面 但是這些人沒有反應 當時那一刻 如果看到五星雄旗 看到那幫陷家賊 你應不應該有個表示 站起來也好 也好 也好 那幫人 是吧 你昨天已經說到這件事很感嘆 我後來回去想想 應該要怎麼看 客家佬的就是 我們會沮喪 就是當我們圍住他們 你其他人 其實那裡可能有一、二萬人 那時候全場都看了這邊 正常來說 看到這樣的環境 你就算不過來 過不了 都起碼起來 對呀 回大陸 就有個反應 我不用你沖 我都不用你 他們現在不沖 我們先去兩個理解 我昨天回來想過這些問題 第一個理解就是 因為他們覺得 有些人可能真的這樣交的 都是中國地方 不過我希望政府不要那麼衰 交代而已 那就未必認同我們這一種態度 這樣就不起來了 有些其實他們不是不認同的 但是既然坐得遠 已經進不來的時候 你要起來加上那一項 其實香港人很害羞 沒有了一個位置 不是呀 沒有了一個位置 不是呀 等於你去看演唱會 坐第一行也好 即使那個勁道是甚麼樂隊 也好 麥當拿來也好 他也是 人家在那裡 Material Girl也是這樣 即是不同外國的很興奮 是呀 我們唯有這樣去想 所以如果不是 為什麼呢 我們常常想做的角色運動 說來講去 我們很少在節目裡講 通常在街上講 就是要說真話而已 真是黑就是黑 白就是白 不要跟自己解釋 又不要嘗試跟你的敵人解釋 他是敵人就是欺人 講完 因為黑白要很分明 現在不能和熙黎 沒有了 和熙黎的時代就是有一個相對合理 例如民主選出來的政府 或者好像以前英國佬 其實間接都會有一個國會監控的政府 你還可以和熙黎 雖然他都會濫徵碎巷 等等等等 但是在人權和法治上面 還有一個 你看看昨天變成甚麼 好了 即是昨天他在香港變成怎樣 我們是絕對有權懷疑 那些人是沒有身分證的 第一 提同差人沒有一個去回應 好了 說回你剛才那一套 百分之一千 其實帶我們這樣去 就不由一二百人二三百人 其實是圍到五六百人跟著他們 追著他們 一直沿著 那門一直下去 也是由那段時間開始 我們看著警密 由開始的部署 越來越多 好厲害 我只是車來的 不要指 用那些這樣的 不知道叫甚麼車 大車 特地車來的 我想都有幾百人 有幾百人 有幾百人 是幾百 就不讓我們過 那邊就是他們的市委區 我們就繞路 走回中信 大條天橋 那條天橋 就繞路後面過 天馬爛 公園那裡 其實我們都沒有什麼 我們看到他們都回來了 幾百人 黃衫和紅帽 在上面放了麥克風 去吵下去 這麼悶 一時開始 拉布 又想收辱一下他 收辱一下他 或者看看他 我聽見是陳勝心來了 更加要收辱 那一陣子 聖心嬰兒 我很喜歡的 想看他的真人 我們就上去 中信那條橋 其實橋上面 全部是 看著公民廣場 那些人 那時候我特地去到那個位置 之前幾次 這些活動 我們不開麥克風 試試一下那個溫度 我就叫他打到共產黨 是的 第一聲 叫多兩聲 你覺得怎麼樣 你在哪裡 我不在 我覺得那個時刻 在天橋上面的人 是比我們平時在街上 是比較 沒那麼熱的 沒那麼熱 有些人偶跟 我留意 不是每個人偶跟 不管看著我們 是 什麼人呢 但是 他看著我們 我想說的就是 去到打倒共產黨 未必有那麼多人不同 首先 沒有的 沒有的 但是他們不是很反感的 不算很反感 但不跟蔡佳的反應 是的 當然不同 一定不同 這是那種矜持 其實 中國人那些 修於表達自己感受的東西 比較論識一點 其實是很嚴重的 論識自己的表達能力 是的 其實我告訴你 我們這個名字 調理農務蘭花系 不知多少次 說 想 我們堅決不改其中一件事 就是 你一定要很清晰 還有要打破自己 一些框框 調理農務蘭花系 一句粗口都沒有 你一定 如果你連這些 老實說 這些 鞋陰粗口 換笑式的 你也接受不了 而去寧願接受 被欺壓 成為一個沒有尊嚴 沒有自由的人 我真的沒有話說 還有什麼話說 對吧 我們人生在世 有沒有錢 首先 我沒有錢 OK 我們這個標籍 一定沒有錢 好閒 每個人都希望富貴萬千代 問誰不想 娶個好老婆 生個乖兒 父母孝順 朋友也好 誰都想 但是 甚至乎 其實是一個選擇 我們有沒有很豐富的知識 有沒有很深的對人生的看法 其實全部不重要 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的路 那條路怎麼走 那些人 譬如我喜歡材料多些 我喜歡物質多些 我們不會去平定 每個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但是我們一個人 如果能夠作為一個人 最基本的真的要去掙扎 是要有一個自尊 而自尊 生命的自尊 是沒有 陳文在選機的時候 他講一句 我沒有聽過 我很昂貴 現在我經常用這個詞 就是包辦幸福 不要再有以前那種 英國老時代 我真的很簡單 讀完書 臭公屋 居屋 好像真的 政府和你鋪一條路 你去努力就可以了 沒有的 這個世界 沒有免費午餐 你現在只看 我們有些年輕一點的細口 找個萬名元 現在香港大部分 找個萬名元 租家屋都是一萬元 好了 有氣力的 去摘鐵 我們是有去做摘鐵 好像前景會要秀勵一些 但是 這個工作 對自己個人提升 有多少呢 但是他還有力 如果你沒有力 好像我現在 我都屌了 就是到頂了 幾十歲 我想去摘鐵都摘不穩定 對不對 如果我們 連一個自尊 你說怎樣為之自尊 如果你覺得 我有一件阿媽你穿 有一層好一點的 扭著 打走出去 那個頭就叫做有自尊 我們沒有話說 香港現在沒有自尊 你只要我講一個 大家要搞清楚 大氣 大氣電波 就是我們大氣電波 是有限的 是公眾的東西 去不肯開放 不要緊 現在 這個免費電視 其實是要經光纖 一樣是用黑市劑 一樣是用解碼器 OK 應該理論上是無限的 就是發放的 可以 無上限的 可以自己說 連一個電視 兩個電視 原來都要給一些人 一些不是我們選出來的人 去控制你 去左右你 如果我們看回 其實行政會議 連同特首 他甚至乎權限是很大的 我不知道各位網友知不知道 有很多東西 甚至乎是不用過立法會的 包括一些所謂的小型撥款 都有一千萬 OK 包括一些什麼 隧道加價 一個行政指令就可以 就是他喜歡怎樣 而這個人 不是我們選出來的 而我們只能是罵 罵的時候 就是別人說你粗魯 應該就是罵都不准罵 那我們 還有什麼自由 這個在這個層面上 還有沒有自尊 我們是被人搓圓禁扁 我們將會 我們日後 走出去 東南亞旅行 都不可以 好像現在 好像很牙齒 I'm from Hong Kong 立刻好像很高級 喂 都是賓州 各樣東西是要自己爭取的 那所以呢 真的希望各位網友明白 其實我自己想過 不要亂搞 搞來這樣亂搞 又不是要算 但是不搞 喂 你們要做契弟 或者外面的人要做契弟 我一定不會和你們做契弟 那你就抓狗我 我見到梁振英 我當然要搞他 好嗎 那說快一點 第二次 我們繞到後面那裡 出現另一個小插曲 就是差人突然間 跟我們說 不讓我們入示威區 沒有任何解釋 後來呢 我們根據你們討論 他就說是 立法會的secure 臨時說這裡不是公眾地方 總之不讓你們進去 總之不讓你們進去 你們無權進去 我們就說 咦 剛才立法會 那些實曉 還說 他這樣跟我說 我站在你們那邊 就是裝了東西 警察的公共關係科 都是這樣的 我站在那裡 我居然擋你了 不過你喜歡那裡 他那裡 現在實際是不讓你進去 沒有那條所謂的警戒線 Mr.Name那件事 也在爭論警戒線 有沒有用 是否有法定 沒有所謂的受 即是窩論之類 也免得拉條線 那時候我們在那裡想 為什麼裡面的人不能進去 回答不了 不回答 那時候我們想 兩樣東西 要是衝過去 那時候我們只有十幾人 沒有喊喊喊大隊 衝過去 但衝過去 為什麼裡面只是幾百人 那好了 既然是這樣 糾纏一大輪 我無謂令警察難走 那我們就走了 即是想著回到原位 回到原位的時候 警察說 風怒 我們想著回頭走 又不能走 結果要指著那條路 要我們走到那裡 中心鴻基 以前的所謂是彎仔筆 不知所謂 即是華潤那邊 兜過來 兜過來 其實那邊 你當他們是樓的嗎 兜過來 又在某個位置 封緊著 中信大廈也不讓他們進去 因為那時候有什麼 你這樣搞我們 我們就當然不去 大佬 就當然是據你力爭 其實我都挺有氣勢的 在那個階段 因為我都廢話你去 人家都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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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如果不不我們就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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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民眾是站在我們那邊的,我們是清清楚楚的 要不然我們有何來的勇氣,去繼續,起碼不要說抗爭 吊賊不含家產 所以為什麼客家腦有點沮喪 當我們冒著,其實是很危險的 當然有危險,也沒有危險 你們這些人都仍然昂昂昂 我有一個鞋子傷了,跟郭家人一樣 兩位,你知道嗎?各位網友 竟然有人撒你下去時,帶上燒烤叉,撒你下去 根本無法無天 還有我們有一個系友被人拍出來的影片 撒你一腳深下去,上下五吋明春 我們去報警求助都不果的 第三次回來再說 第三次回來再說 全屬真實個案 鬼太后,削花一靈米,自行了斷 零人不 ghost 竟然遭aaaa 張村 另一個計客最喜歡鬼太鬼 拍照鱗地去梅姥咭 車 Sarah 哈哈哈哈 遇上惡鬼 脫下身上的底褲粒頭 六年的堅持 鑄成恒心 磨練鬥志 看清身心界限 將潛能推至無限 戰勝不完美的自己 由蔡東曉師傅創辦的The Rain Thai Kickboxing Studio 歡迎各位對泰拳運動有興趣 此次磨練自己的朋友加入The Rain 請登入www.therain.com.hk 或者親臨The Rain中環和鵝灣的Training Center 一起去Kick It Out 低俗頻道 路俗.com 169元 全套爆彈 路 所以沒有低俗 但是很舒服 周公子 灣仔是你的地頭 有什麼好東西推介 來到灣仔 當然要去榮興小廚 你就一定要嘗嘗我們低俗頻道推介的菜式 豉油王 乾煎蝦鹿 豬紅毛豆腐 芝士京都豬扒 還有一隻冷手脆皮重油雞 吃過 包你只有三個字去應用 好多好吃 榮興小廚 重質量 講鑊氣 經濟小菜就最厲害了 地址灣仔船街7號鋪 保葉大廈地下級1樓 訂座電話28667299 喝包食醉 記得吃榮興自家製的椰汁馬道糕 先好回家 看來避免 5月四十分之為